我们开始上课了 我们今天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作品就给它完成了 下一节课呢我们就会进行我们新的课 那这节课呢我们还继续把我们这稿子给完成了 作业情况呢很好啊很不错 有很多新班的老师都教了作业 甚至都已经完成 也是跟着我这个进度画了都差不多完成了 我们继续啊 我们现在看画面里面呢 还需要画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这个小的这个树叉 很小的树叉 包括很淡的树叉都没有画呢 都没有画了 这个画的一些很淡的树叉呢 是为了丰富画面 是把这个层次给它拉出来 另外我再看一下画面还需要哪件补充 像这块还需要再去怎么样呢 穿擦一下 那我现在把这个毛笔啊打湿 其实你这个作业啊 你只要跟着画 你不着急 慢慢画 一定会画出一幅作品 你也别切它啊 别害怕 只管画 我现在在调弹幕 因为我占我刚倒了幕 我占盘子里面剩下了幕 因为我这个时候不需要太重幕 我就不需要 占这个池子里面比较重了幕 就不需要占了 现在旁边的手里面有一个这个视笔纸 我现在哈 在去 在这块 你看啊 很快速的 你想让这个画面呢 就是有非白 你速度得快 速度特别快啊 这个印刷品呢 就是我们对照这个饭块画的这个印刷品 它是印刷出来的 那么印刷出来以后呢 它就显得比较就是画面呢 就是比较整体感特强啊 你看你的你的作品 你经过拍照以后 你就觉得好像看着就比较舒服 是吧 因为它整体感强 好 我觉得这个 这个点不够 我再去给它 再去给它穿插穿插 看看哪一点 还有一点 觉得不够 你还可以再穿插 你比如这个石头 进出了这个石头 都可以 再去穿插 你看 还有哪块 这块 我还可以再去 还可以再去穿插 小面积了 这个时候就是小面积了 不要太大面积了 其实也在收拾 收拾收拾画面 看看画面 整体不整体 不整体呢 我再去收拾收拾它 哪一点不足呢 我再去给它穿插一下 用笔呢 也不要太大面积了 用笔的速度要快一点 再去给它调整一下 看哪一块还不足 不足就去调整 你看这块 好 看看这块够不够 这块也差不多 就算我可以再穿插一下 这都可以了 不要再去穿插了 好 这个时候我该干什么了 我该画小植插了 这些很淡的小植插 我要去画一画 这个调墨的时候 要比你看到的小植插了 稍微再重一点 因为它这个墨呢 它会干了以后呢 它会淡一层 所以说我们画上 要 不得太湿 不得太湿 好 我现在开始 开始把这些 稍微再沾一点墨 因为里面还有一些植插 我并没有画那么多 所以我现在都可以给它丰富了 给它丰富了 给它丰富起来 比如这棵树 咱们先从这棵树 开始找 找什么呢 找我的小树串 有些都没有画呢 还 你比如这个 我都没画呢 好多小树串都没画 我现在在丰富它 把它丰富起来 好 好